獨特的蝴蝶舞建築群 素色布局的房屋排列 加上防洪、防盜的智慧型設計 看來完美無瑕的大奇頭古村 竟然有幾座格格不入的紅磚屋 究竟隱藏著甚麼秘密 守候著三水八百年的奴包祖廟 罕有地錦章,如釋道三教合一 據說,興建這間祖廟 是跟幾個小朋友玩泥沙有關的 開心到陣,繼續走進百年之旅 大奇頭村位於佛山市三水區 距離諾平鎮西北面兩公里園 這條村屬於較為特殊的雙勝村落 村中的人全部都是聖宗和聖鄭 據說聖宗的祖先早在明朝初年 由南海遷居來遷居 而聖鄭的祖先就是在明朝家靜五年 遷居過來的 直至清朝光水年間 大奇頭村出了一位人稱大口甘 避受慈禧太后賞識的水師提督 鄭紹忠 從此,這條村就180度的改變了 大奇頭村的風水佈局設計 以培育下一代為主要元素 例如利用風水異象的方式 將文房四寶紙筆墨算盤 幻化為實體的建築 另外,它又以風水擺設 祈求村民家宅平安 看見後面有一個葫蘆,有一個蓮花 那這個有甚麼用的? 特別以前是說風水報告 這裡是向東,整個附近就叫做西向東 以前你說風水報告 我現在解釋這個葫蘆 這個葫蘆,上面的葫蘆下面是蓮花堂 花堂 那種風水是保護這個堂 從來清淨的祖村就不成為水沙漠 就是保護這個堂 在祖堂裡玩也不會有意外 大口金一手創建大祈頭村 目的希望後人能夠安居樂業 加入風水報告 因為它知道知識就是力量 靠拳頭不是解決的最好方法 除了屋頂的設計令人讚嘆 細心留意一下 大祈頭古建築群 是興建在人工佔高的地基之上 而且所有的屋都好像一把疏 排列成一行行 比四條東西直向的行業行 更分為五列 這種這麼特別 可以一眼望到盡頭的設計 稱為疏式布局 是古時一種具備防盜設計的 建築智慧 那如果真的有些道賊 會不會有地方躲起來呢 沒有辦法 一望無邊 是嗎?到前 整個村裡… 有些外來人、陌生人 一眼就能看得出來 對…一眼… 沒辦法… 這裡以前是否有一些像雜 那樣的建築 建築… 一般人不能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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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關門 那些耕夫負責關門 就是會插一條條的… 三條項都要關門 一樣關門 這裡有個耕夫 有耕夫,有打架,有槍 有耕夫,有耕夫 有耕夫,有耕夫 有耕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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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梳式布局的設計另一個特點 就是後排的屋比較高 前排的屋比較矮 而這個設計是有助於空氣流通 令到每一間房屋 都可以感受到冬暖夏涼的感覺 而全村二百多座古建築的房屋 最令鄭伯自豪的就是這間家廟 因為它的歷史背景 見證了大奇頭村 和它的家族最輝煌的一刻 那個家廟是有甚麼用的? 當時家廟當時是廚特 他做祖公 是 叫他們建國廚特 封它為鎮威中軍 那又鎮威將軍家廟 就是輸人拜祭的 就是家族的廟宇 就是大口金家族的輸人物 在廟堂每年春祭秋祭 就去祭殿 春秋祭很大祭 所以成為家廟 所以做了家廟 當時是廚特給錢的人 大奇頭村古建築群 看起來整齊縮木 氣勢不煩 但是細心留意一下 在後排的位置 有幾間格格不入的紅磚屋 究竟是為甚麼呢? 這裡的房子 一看下去明顯風格 跟周圍的房子不同 雙差很大 這些古建築 清代古建築 這些不是現代的紅磚屋 當時我太公做了官 要拆小屋 跟兄弟拆小屋 重新報告起的紅磚屋 但是這個兄弟不同意 就是不同意拆小屋 以前的甚麼屋 以前的金巴底的泥屋 都是灰山屋 當時他不領情 想跟他去 不讓他拆小屋 就是不讓我太公拆小屋 所以二代他自己知道 不能夠領這些紅磚屋 其實在大祈頭村這一樹 除了這幾根紅磚屋 在古建築群外圍 也有不少同類的屋 旨呈去過其中一間 這位中婆婆 今年已經八十多歲了 是大祈頭村另一個姓 鍾氏家族的媳婦 據說她小時候就嫁來這條村 是大祈頭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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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祈頭村 是大祈頭村 是大祈頭村的 是大祈頭村 我聽你說 你前幾年中風 是嗎 是 但是現在說話這麼清楚 都可以自己走到處走 行動都… 走得多了 誰幫你買菜 在煮飯那裡 我的兒子開樂坪 我去附近那裡 那我去附近那裡 我去附近那裡 一個兒子 難道不理我嗎 這邊的屋 跟那邊 柯爾那邊的屋 有甚麼分別 就是一人家鳥 你找到吃 當然生活 當然是… 屋是大一點 屋是大一點 你生活不巧 就住樓屋 八十多歲的鍾婆婆 曾經中風行動不便 十八歲加入大祈頭 至今依然留守在這裡 為的不是一間破舊的小屋 而是對古村一份的情懷 一份不能分隔的半世情 每逢過時過節 或者有甚麼喜慶的節日 移居在外地的村民 都會專程回來祭祖 是否有的 生於師、長於師 在我們拍攝當天 剛巧遇到一群正時的家族後人 在香港遠道回來祭祖 據說每年都有多次這類活動 每次都會燒一串長長的炮掌 好像海旋歸來告訴祖先 後人沒有辜負祖先對他們的一番期望 願意繼續留守, 希望不僅是他們 歷史不僅靠書本、網頁來延續 只有人傳人, 歷史才會動人而真實 只有人傳人, 歷史才會感動而喜一 大祈頭村給人的感覺 是很古樸和平實的 他們的祖先有些是做大官 但多數都是做農民 現在看起來他們的生活 都過得很樸素 但樸素簡單得來又會很開心 八百年的古建築 中國罕有全色道三角合一的廟宇 裡面隱藏著一個 使為人知的小朋友故事 下一次回來, 開心到鎮 會帶大家來到佛山的龍包祖廟 繼續搭上開心旅途呢? 佛山的原名是桂華鄉 兆職於盡, 得名於堂 他的歷史悠久, 文化底韻深厚 是國家的歷史文化名食 而三水的歷史古跡 就可以追溯到南宋時期 此情離開洛平鎮大祈頭村 到相距20分鐘車程的盧包鎮 繼續他的百年之旅 這道貝爾龍波山, 面臨北江 有一座始建於南宋嘉定年間 即是1208年的龍包祖廟 它另外一個名字叫衰江祖廟 到今年剛剛八百年歷史 是三水最古老的池廟 而在1989年 被列入廣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當初為何會有這間廟的出現呢? 原來有一段故事 明明, 可以說一下這個寺廟 有沒有一些很特別 又很有趣的故事給我們聽聽? 可以的 先從這間廟說起 以前有三個小孩 應該是在這個位置玩泥沙 有一位曾人走過 問你們三個在玩甚麼 那三個小孩就說 我在這裡建一間北帝廟 後來真正正正建一間北帝廟 就是位於這間 奴包祖廟這裡 原本只有北帝廟 後來右邊多建一座觀音廟 到了明末期間 左邊又多建一座文昌廟 成為中國罕有余色度三教合日 三廟並存的古廟 這裡的三間廟宇建築風格同一 各廟都是二進遠樂 四合遠色的布局 而在北帝廟的梁芳置屋時 放置十二座大型的蓮花托斗篷 令大殿顯得極為富麗華貴 一座古廟可以保存足足八百年 支撐它的儲用料一定要很講究 因為要非常堅固 就像這裡這樣 撐住這座廟這麼多年 就是靠這些木柱 它是用了一種很罕有 但又很堅固的樹 叫做昆田樹的木來造 聽說它的堅固程度 撐得住鋼鐵 奴包祖廟 是屬於傳統嶺南的特色古建築 在建築裝飾的工藝 用上三雕、二素、一柱一畫 即是用了木雕、磚雕、石雕、圖素 銅鐵柱和彩繪壁畫等 不同風格的裝飾工藝 而在建築的設計上 亦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欣賞 在建築技術上 出現 看見多了 但其實石獅子都會分工那 我就很肯定這隻是獅子媽媽了 不是空口說白話的 你們看看 獅子媽媽的手搭著一隻小獅子 而小獅子還喝媽媽的奶 獅子媽媽教你怎麼分 那獅子爸爸又怎麼看呢 一看下去他的外形 當然很威武 而且他的性格比較活躍、好動 所以他很喜歡玩球類的運動 盧包祖苗經歷了 元、名、清、國代多次的修緝 特別是在清代、嘉慶和光碎的重修 令這座廟貴勵多姿 成為一座藝術之功 我看見後面也很漂亮 好像有兩個故事 可不可以幫我們說 可以 例如這個就是三英戰女 可以看到是虎爐關 這個大門 證明就是三角已然章故事 看到中間紅色寶馬那個 屬於呂布 其餘三名就是劉章軍三名大祖 大概都是說三角五種故事 我看見下層好像有些破壞了 當時就是文革、二年的時候破壞了 就無法還原 所以那個竹台、後面屏風 都是比較可惜 古代的桃雕或瓷器產品 全部都是用人手做出來的 漸漸精心挑剔、獨一無二 相信每個人眼見這麼多藝術品遭破壞 都會很難過 要懂得珍惜這些這麼有歷史價值的手工藝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怎樣做 因為只有透過親身體會 才會知道古人的用心 所以芷晴選擇來到 舍後一個生態度假村 敗師學藝 我們把空氣壓出來 按著它,用手勇力 按著它,擠起來 不要那麼長 不要那麼長 對,擠起來,擠起來 這是不是最原始做途子的方法 對,最原始 這個質地你怎樣感覺到 可以了,可以 因為裡面有些硬 硬度,現在有些硬 我們感覺到裡面沒有硬塊 就可以了 如果裡面有硬塊的話 拉杯的時候 它會不均勻 一邊厚,一邊薄 一邊薄 一般拆成這樣 差不多了 差不多 這樣切了 切了這個 對,兩塊切了 當然是 要中間那塊 這些留下一次 有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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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邊的密度比較高 圖藝 是一種易學難精的手工藝術 通常老師都會教初學者 做一些原延的物品 例如碗和花瓶 不當經過大約一年的時間 掌握所有基本的技巧 就可以嘗試做其他的圖藝製品 現在滑空它 用中間的中心點 對,滑空它 對,滑空它 按下去 按下去,中間 最中心位 最中心位 按下去 對,兩個手指都放下去 道主,做好這個型 也要放一段時間才可以燒 對,要慢慢陰乾 涼乾才好 讓乾淨才燒 因為有水分燒的話 它會爆 爆 倒上去一下 好,多特別 多特別 多特別 師傅真有趣 這樣,拔出來 對,做出來 然後轉一下就回來 始終不懂得用力 對 用力不是很均勻 用力不均勻 就會變成這樣 對 也是獨一無二的 獨一無二 獨一無二,買不到的 對,花瓶 這是我第一個做的花瓶 我會好好珍惜它 同樣一些古鎮 和古教的文物 我們應該好好保護 因為如果破壞了 可能再找不回 歷史誕生 大地文物的見證 我專程來到福建 就去看看大名鼎鼎的土樓 它最近七月的時候 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中國小鎮 由歷史文化走進世界文化遺產 下一集 帶你進入令我國自豪的土樓小鎮 很多旅行社都設有客戶熱線 而有些旅行社還在大陸 設有免長途華費的查詢號碼 無論在何時何地 想知道什麼旅遊資訊 或者巴士班次 打個電話問一下就可以了